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蔡宋辉牧师 在这个谈到犹太节气的系列里面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那就是安息日 为什么我说特别呢 是因为我们把安息日看为节气 好像怪怪的 但它确实有很多类似其他节气的规定 安息日是以色列人最早 也是最长手的一个周期性的规定 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在现在我们的星期六 这纪念了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在第七天安息 除了纪念创造 生命纪第五章给我们看到 安息日也有纪念救赎的含义 第十五节这么说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生出来的绑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在每一周的那一天 百姓什么工作都不能够做 早晚都要献祭 守安息日是十节的第四条 以色列人如果触犯这一条 就需要被处死 可见神何等地看中安息 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把安息日的意义归纳为三方面 首先第一 守安息日其实是一种信心的超联 我们深信自己无法掌控人生 神才是掌控者 和一切需要的供应者 神既然定下了 每七天就要休息一天 这就是人最好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要被欲望和生活的需要 驱使我们去为生活劳碌个不停 我们当然要工作 但是工作的真正意义是执行神所托付给我们管理大地的使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切都是神供应的 为了不让人迷失在繁忙的工作当中 神要我们享受安息 祂要我们学习放手 认定一切都是神的供应 我们只是借着工作去经历这一切 第二 守安息日其实是一种善行 我们按照神的设计和他所定的规律去生活 让身心得以恢复 得力 很多人劳累却看不到成果 忙碌却没有满足感 压力大 但是却不被人理解 挂着笑容却实际上不开心 他们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健康幸福快乐 失去和谐的关系 家庭生活 以及跟神的关系 那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 我到底在追求什么 其实工作本身 并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最深层的需要 我们需要工作 但是也需要休息 让身体恢复 让方向重新的被矫正 让目标被对准 让人际的关系能够得到修补 第三 守安息日其实是一种敬拜的操练 这是一群特殊的子民 真正实践他们所持有的信念 那个信念就是生命让神来举手 所以他们定时的 刻意的 专注的来思念和亲近那位创造主 和救赎我们的主 有一本书叫做宣教一种生命的态度 里面有一段话写得很好 他说创造的故事 将我们的工作相对化 透过工作来裁职这地 并不能够让我们认识自己真正的身份 唯有在与上帝的关系中 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真实的身份 工作是我们敬拜上帝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工作本身不完全等同敬拜 我们对待工作的正确态度 应该是停下脚步 跟同伴们一起享受我们劳碌的果实 并且为这些生命的赏赐 向上帝感谢 你每一周都有好好享受安息吗